这是上海港的阳山港区 世界上最繁忙的码头 每天有接近四万五千个集装箱 在这里流转 2015年 这个港区平均每天 要迎接超过十二艘远洋货轮 勒沃库森号 必须等待属于自己的时间窗口 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 从南到北 密布着一千八百多个 万吨级以上船只驳位 在这些驳位中 有六分之一 可以停靠十万吨级以上的巨型船舶 它就像一条南北延伸的链条 在这条港口链的一侧 是持续处于高速发展的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另外一侧 则连接着全世界 2015年 中国人通过这条港口链 与世界交换的物质总量 达到了36亿吨 这些货物 足够装满三万六千艘航母大小的货轮 2015年 世界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 有七个分布在中国的港口链上 其中 上海港已经是连续六年世界排名第一 但是中国人的雄心不止于此 在阳山港一号码头 船长超过三百六十米 装载量达到一万三千标准箱的 超级集装箱货轮勒沃沃库森号 在四艘托轮的帮助下 成功靠岸 勒沃库森号进港之前 码头的工作人员已经做好准备 今天将有一位世界冠军级的调调司机 为勒沃库森号服务 集装箱船靠驳之后的工作 需要三组人员共同配合 首先 乔吊司机要在离地五十米高的地方 将集装箱从船上吊起 放到码头上等待的转运车上 转运车司机再把集装箱运到堆场 最后负责堆放的吊车司机要把这个箱子放到堆场中特定的位置 这些工作中难度最高的就是乔吊 它需要从几十米高的地方准确地将吊具上的卡扣 插入集装箱四个角上六厘米建方的孔洞中 张燕今天为勒沃库森号服务的桥调司机 它专业听起来很简单 就是把集装箱从船舱里取出来或者放进去 集装箱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集装箱系统最大的成就 在于将全世界的物流系统进行了统一 一个载重几十吨的货物容器实现了尺寸标准化之后 全球范围内的船舶 港口 航线 公路 桥梁 隧道 被整合进一个像配套的物流系统中 集装箱运输成为现代物流系统的基石 操作桥调的难度在于调具是用软性的钢丝连接的 惯性加上锋利的影响 要在几十米高的地方准确地抓住集装箱 是一种高难度的挑战 但这只是桥调司机的基本功 张晏曾经四次打破船调装卸的世界纪录 最快的一次 平均每小时达到一百九十七点七九箱 也就是要在一分钟内装卸三个集装箱 2015年 上海港的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三千六百多万 连续六年全球第一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长江三角洲是世界闻名的经济活跃区 2015年 进长江三角洲地区 二十六个核心城市的国民生产总值 就占据中国全国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一 上海港正是这块经济活跃区 面向世界的大门 中国北方有一条东西方向的特殊铁路 这条铁路上只跑一种火车 那就是载重超过两万吨的重载列车 这条路线的钢轨 路基都经过特殊的加强设计 以应对这种钢铁巨龙不间断的碾压 这就是著名的大秦重载列车 它以世界最大的煤炭码头秦皇岛港为终点 它的起点在六百五十公里外 被誉为中国煤都的山西省 中国四分之一的煤炭由这里生产 老费 车到进来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维修班班长朱小军接到通知 十一号作业线全线停车的申请 已经获得批准 但留给他们抢修的时间非常有限 今天二十一点前 他们必须完成全部工作 从大秦铁路过来的重载列车 到达秦皇岛之后 会经过一个特殊的车间 自动翻卸机将把三节车厢内的二百四十吨货物 一次性翻倒下来 整个过程不超过一百八十秒 轻道出来的二百四十吨煤炭 被长达数公里的传送带 迅速传输到了码头的散货堆场 朱小军今天的任务是更换一条一百零五米的传送带 好了 现在咱大家开始干活吧 虽然这是整个传送系统中最短的一条 但是为了更换它 整个系统必须全部停息 按照要求 系统必须在二十一点重新启动 留给他们的时间 只有十二小时 有点神经典出